一台 兩台 三台 機車一台 接著一台 穿過醫院門口 而且不只機車 連汽車也照辦 台中的這間醫院 剛好位在大馬路轉角 這個原本是讓病患 和公務車通行的車道 不少用路人要右轉 又不想等紅燈 乾脆直接開上這個車道 就是很危險 而且有可能會有救護車來 然後他們如果這樣走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 救護車的行性吧 覺得平常沒有影響到病人的話 我是覺得就還好 其實醫院的車道前 有放力禁止標誌 但民眾貪圖方便 不把醫院病患的安危 放在眼裡 最無奈的是 這樣的行為無法可管 它是屬於他們的產權 他們的產權的部分 民眾算是通行的話有沒有 原則上病沒有違規 所以它有影響到醫療的行為這樣子 不只醫院還有設在轉角處的加油站 也有這種困擾 民眾進入加油站不是要加油 而是直接穿過加油站 免等紅燈 站長就表示因為這樣 站內常常發生車禍 為了節省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用路人強行闖入醫院和加油站車道 不但有可能妨礙救護也容易發生車禍 讓自己也陷入險境 借黃香錦 李孟章 台中報導